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哥 那麼今天這個影片呢 沒錯 我就是要跟大家 我就是要跟大家 澄清這件事情 我跟阿道夫 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那很明顯 我跟他只是 相似的地方比較多 我們兩個 並不是同一個人 他是他 我是我 所以呢 沒錯 這裡面的人 就是阿道夫 出出去 因為我跟他 有一點紛爭所以 我暫時把他關起來 那麼他究竟是誰呢 沒錯 他只不過是我 找來拍頻道 他只不過是我 找來拍影片 的其中一個人而已 他只不過是一個 逃出來的一個富二代 那真實身份 那真實身份呢 真實身份呢 我也不方便透露 所以呢 以後希望各位網友 不用再質疑我跟他的關係 他就是他 我就是我 這沒有什麼好說的 很明顯 很明顯 所以呢 以後想找他的人 就去他的IG 想找我的人呢 就來我的粉專 就去讓我出來 也是你講好的耶 大家一定會覺得 他的身影一定也跟我很相對吧 我想這也只是巧合 所以呢 你一個叛徒 他以後 他以後 是不是可以 繼續出現在我的頻道呢 我也還沒有決定 等到決定了以後 大家自然會 看見他 又出現在頻道裡面 但是有一些 他鬧出來的糾紛呢 我還是得解決 所以 要出來 讓我好好教訓 所以呢 我這樣做也是 披不得已的一件事情 不得不親自上火線 跟大家說明這件事情 跟大家說明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今天這個影片 已經很清楚 所以呢 我的後製剪輯 我也完全沒有後製 直接 跟告訴大家這個真相 我跟他 是兩個人 所以呢 請你們不用再有所之意 那 今天的影片 就先 到這邊了 所以 以後希望你們繼續支持 我 那支持他的 支持阿道夫的觀眾呢 我也先跟你們說一聲抱歉 那我相信 很多網友一定會靠北我說 這麼短的影片也要看引力 為什麼 不好意思 我很缺錢 哼